第二組是Unity Real-time Particle 第二組我們做了火的效果 有需要用到Unity Default的材料 不過這些材料來到2019年 它沒有在標準收入的項目 它沒有印刷進來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做印刷 你可以去Asset Store 去Search Standard Assets 其實應該是這套 如果你看到Unity Technology 是官方的 不過它當時是在2018年 都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可以照用 有些範疇可能來到2019年 不適合用 不過不緊要我們也可以照用 我們做了幾課 做水、做地形的時候 我們也有用過Standard Assets 用同樣的方法 例如拿舊版內的Project 即是舊版的Unity 拿舊版內的項目 進入也可以 或者你在這裡選擇 進入也可以 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就不用全部要 我只想要回到 材料裡面的材料 因為我們懶得設定 我直接用它現成的貼圖 材料 其實它有一堆 你看到 另外就是 D-prefab 一堆 Testure 一堆 懶得也不知道自己哪些會用 哪些不用 其實你可以整個 Pollicle System的Folder 都寄進入 好 它有一些舊的script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不適合用 不過我們都沒什麼所謂 我們不需要用到它 整個Folder 都不要緊 沒有影響到我們 OK 其實我們最主要想用它裡面 這堆texture 記得 那我不用自己慢慢在 Google上面找 根據那堆texture 它會上了一堆材料 其實我想用這堆材料 其他這些 這些 其實都可以不愛的 不過都寄進來了 那我就有它 好 那先回到我們的Scene 我建造一個 Particle System 好 比如第一組 我幫它改名 叫它Flam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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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各個角度都適合 那如果你的數字不適合 你可以設定它 讓它歸零 那你人肉自打給它都可以的 那另外就選個 就是剛才我們研補進來的那堆 那應該會找到一個叫 叫 Particle 就是Fire Cloud 這個 來的 OK 那選了它之後 好 我們去到筆記第四點 我們可以選它 Ajack 噴出來的時候 這個形狀 它主要是空的 空的 空的形狀 我們已經想要的 所以其實你就不用改 你看到有個 這個 雪糕筒形 有其他不同的形狀 半球體 Doughnut 那我現在是要空的 這個 然後就是 Emmission 噴射的數值 我想它每秒鐘噴多幾顆 那基礎數值回到上去 每5秒也噴一次 我們在這個動畫 Lifetime 它有多長命 你想你那顆 particle 我想它更多 另外 Start Speed 它的 Default 噴出來的時候 就是它每顆的速度 Start的Size 你想它出生的時候 有多大顆 另外就是 旋轉 Start Rotation 其實我也是跟筆記 第六點的數字 來 input 另外 Start的Color 比如我想它 橙一點 你可以給 我們本身的材料 是Adaptive 中間的這個位置 它 重疊完又重疊 其實你會看到 爆光 爆到燭光 就是25 上白色 另外就是 Gravity 給它負數 它就會向上升 好 沒有其他 另外 Starting Color 如果你跟筆記set的話 按這個顏色的方法 打開這裡 你可以選擇 RGB輸入 還是HSV 如果是 HSV 你可以跟回打 公司的數值也可以 你只選擇 橙橙的 沒有所謂 OK 設定好這個 有三個數值 我們要設定 就是Color over lifetime Size over lifetime 就是 它一直噴出來 顏色會轉 Size會轉 以及Rotation over lifetime 它會一直做旋轉 我選擇 Color over lifetime 按一下 其實想設定 alpha 想頭尾是透明的 出生的時候透明 臨死的時候會透明 另外就是Size of lifetime 如果跟筆記 我們拉回它的形狀 大致上是這樣的 最初出生大顆些 然後慢慢變小顆 另外就是Rotation over lifetime 另外就是Rotation over lifetime 45度 OK 那它就 出了細之後 出來了之後 都會繼續一邊轉 那我們就做了我們基礎的一個火 那就複製它多一個 那我們改它的名字 叫它做 Smoke 或者做煙 Parent 是Under 我們的火 那它的特質是怎樣呢 如果你Stop它 就 爸和兒子一起Stop OK 那Smoke 看看它 那第一 我們不是用火 我們用有一個 叫做Particle Smoke 的Material 好 這個來的 想看得清楚一點 你可以停了 我們剛才做起一個 橙色的火 的Emission 對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Smoke 在這裏 那 做回基礎數值 那 看看這裏 這裏有顏色 好 這個 這個 煙 這裏 我們會做回 這個數字 還有 顏色 設定灰色 好 來 看看 這個 好 那我隨手設定灰色 給它 那你會看到 煙 就會變成灰白色 那 其實就算你設定黑色 它也不會黑色 它不見了 那 因為它本身 現在這裏 材料的設定 是 複製的 就是 就是 Adaptive 所以 Adaptive 去重疊 即是Photoshop的 去重疊 只會越光 不會越暗 那如果你想越暗 其實上課我們有教過 就是你設定那種材料的時候 你設定它做Multiply 那這裏我不詳細說了 你看回我們上課的那個聯集 那 按回去做一些基本數值 出生的時候的Size 出生的時候的Speed 這個Lifetime是挺長名的 那它有8秒的長名 那另外還有 Rotation 顏色 Gravity的力量 那你自己可以試一下 負數它就會向上升 負的越厲害就會升得越快 蒸數就向下 好 那 接著就Emission 的數值 15粒 那 形狀 那形狀 想空角度闊一點 好 那我試一下 小一點給你看看 OK 這樣呢 給一個高度 你會見到 關掉了個 框框 有沒有有個粉藍色的 雪糕筒形在這裡 改了它的顏色讓你自己看 這個 OK 那 跟筆記 就90 即是很平很平地整個範圍在地面噴射出來 那我先跟筆記改改的數值 那 15粒 另外就是它的顏色 Light Color Over Lifetime 那 就所謂灰色的 灰色的 灰色少少半透明 那 另外就是Size Over Lifetime 小一點 小一點 OK 那另外就是Rotation 那如果做的 你就可以剔掉它 不做就可以不用剔 那如果看筆記 筆記就沒有做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做最後的那個 好 你可以穿一穿個火看看它有個樣子 對了 有火又有煙 我兩個都關掉它 好 那我留在最後一個 Proticle 那就是 Proticle 進去 那就是用來做一些灰色的 好 那又是啦 跟筆記設定的數值 那就可以做到筆記第三 Ember 即是C Park的第三點 有多長命 速度有多快 Size 地心盒力控制它向上升的那個速度 那 Start color 白色 OK 那我們先設一個Materials 那也是跟回Cender Access裡面有一個Materials 我們用的 剛才Ember進來那裡有的 那應該有一個叫做After Burning 那應該有一個叫做After Burning 對 那 那另外就是它的顏色 那 那它的顏色是特別一點的 就是會漸變色的 那譬如一開始是 黃色的 然後會變成橙色 然後再變成紅色 對了 那我用一個半透明夾去間斷間斷 那它縮厚一點呢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上到頂部一點的 那些Particle 就是粉紅一點的 那底部一點的那些呢 就明顯是黃一點的 OK 那 那跟著另外一個Cone 就是 好 那它穿回 好 那 那 來到這裡 就完成了 整個火的那個Particle 那 有火啦 有灰醬 一顆顆飛出來 有煙啦 那 就交給我的時候 也是 跟平日一樣 一色兩份 我要一個Unity XQ 可以的一個ECE 用回錄影 錄影 一條MP 給我啦 那如果根據你的錄影 跟上次一樣 每堂的Particle 那些練習 其實也是的啦 那最後完成了 想你用回剛才這個技術 自己再做多一個類似的設計 那譬如你可以做營火啦 可以做Torture Torture 火把那些 那些 那你用回剛才那樣東西來做 你可以做完在同一個Unity 的Scene裡面 都可以的 錄在同一條片裡面 都可以的 那你那條片 或者你那場景裡面 就會有兩塊火啦